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散装心理学 散装心理学里面讲 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 有所谓的表情学 肢体语言学 还有微表情 等等我都讲过 各位有兴趣还有读心术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是心理学的一部分 所以我叫散装心理学 因为心理学很多的 庞杂的那个体系 有很多你并不赞成 因为你的生活经验跟你生活经验不符 所以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你虽然听过你知道 但是我说散装心理学的意思就是 跟你生活经验符合的那个部分 你接受像比如说佛罗伊德的梦的解析 就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同样的荣格阿德勒 他们以前都是佛罗伊德的那个 崇拜者 结果后来他们分裂了 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些主张是不同的 所以心理分析学派本身就是这样 从开始就是就会这样的 会分裂 原因就在这里 今天讲的一个题目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叫做颤抖 发抖 发抖这个现象 有几种 比如说中风的人也会发抖 还有一个就是血糖低的人也会发抖 另外就是高血压的人也会发抖 这属于生理上的病态的 病理上的这个原因 那我现在来讲一个心理上的原因 发抖 无非是一个原因 唯一的原因就是心虚 当一个人 讲这个假话的时候 他就会发抖 我看过警察发抖 也看过检察官发抖 甚至于法官都发抖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他正在做违心之论 讲到这个 我刚好讲到说 这个之前有那个有一个 我之前讲过说那个 司法昌记卖淫集团里面 有讲说那个警察 你要找人家的个资的话 找一些找一些那个警察 不需要警察你就可以取得资 刚好今天是2021年的8月17号 今天新闻就报道高雄市刑大 那个刑警大队发现有6名刑警 都涉及那个泄露个资 现在检察官已经正在调查当中 我们鼓掌称快 因为我之前讲过说你要得到个资很容易 找警察 警察怎么怎么做呢 我亲眼见过 我亲眼见过 就是很多那些那些那些老 那些老司官长 也就是他那个资深的那些 那些那个寻佐了 不是警官 警官基本上不会干这个事情 警官学校毕业 在那个警校啦 什么警砖之类他会干 因为他干了久 他升不上去了之后 他正通人和 他跟黑白两道非常熟 所以黑道也可以跟他咨询 白道也可以 他怎么咨询呢 因为那个警方的电脑查口卡的时候 必须把这个警察的名字 跟他那个那个编号 通通打进去 那如果说你的你的上 你上去的那个那个次数多的时候 不是只有警察 那个法官也有 有一个法官专门追女生的那个女的 那个法官现在已经判刑了 那个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 常常去搜查人家那个私人资料 跟案情无关的他去搜查 这个有案可查 这司法昌帝多了去了 那今天讲 警察只是其中一环 那那个警察他怎么样子看 我是亲眼看过的 那个寻找他会找低阶的这个警员 因为他他常常上网的话 因为上去的次数多了 就会就会引发关注 因为电脑有设那个 城市上有设这个监控 就说你常常去看去搜索资料 跟案情有没有关系 你没有那么多案子可以办 因此就会对那个 对那个人做做注意 因为这个这个控制的 这个整个电脑系统不是在分局 或者是在派出所在处理 但是电脑的终端在派出所 就可以查口卡 他会用一种什么方法呢 他就叫他的那个比他低阶的 那些那些小警员 叫他们今天用这个人明天用那个人 就避开错开来他上 上这个查询网的次数 但实际上呢 其实是他在后面 他在查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人的后面 实际上是他指示那些低阶警员 他的同事下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一看就知道 凡是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但是那个电脑的 那个警方的电脑的这个查询系统 可能还是有些需要在那个 有一所修正 你要发现到要如何遏止这个东西 还有暗号 什么原因 你干嘛要查这个人的个资 个资是个人的机密 还有刚讲那个 有一个法官那个在媒体上已经报道过了 他已经判刑了 就是他要追人家 还有怎么样 污蔑他的同事等等 都被他那个法官同事告了 那女的法官告他 然后他就怎么样 他是合法的追求 但是他没有资格去上网去搜人家的资料 这是被人家告 也就简单讲 就是这种法官检察官 那个警察都是属于司法娼妓一类 因为他们滥用了职权 滥用了职权 滥用了职权 那今天刚刚讲说 这个所谓的会发抖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自反而不说 虽千万人无王义 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 如果你自己反省一下 我这个事情做的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正义的 合乎正义 正义者一页 已经讲过 公理跟正义我已经讲过 因此当他心虚的时候 比如说他要做某一种的那个方式 他可能会恫吓你 他要恫吓你 如果你就被他因为他淫威把吓到了 比如说法官检察官或者是警察 吓到你的话 那个是古代 古代那个伸斗小民可能会害怕 问题是你没有犯法 你为什么要怕他呢 难道说他要对你拳脚交加吗 如果要拳脚交加的话 那就是PK而不是习警 就是对打 就是对打 一般民众 如果说这点 这点这个心理准备都没有的话 那根本就不是现代人 简单讲就是这样 以后也不要看那些警匪电影 因为怎样 因为你没有犯错 他凭什么跟你他妈的大小生 凭什么 就因为他是警察 他是引警 他是恶警 他是流氓 或者是怎样 还有他用故意套话什么的 这些东西你都要很仔细的听 当你一听到不对的时候 你就要立刻反省 而且可以呵斥 你可以反呵斥 呵斥不是干你娘 不是这样子 呵斥是你这个不对 不符合逻辑 当这些法官检察官或者警察 被你这样讲的时候 他觉得很没面子 老子他妈是学过 学过几天这个法律的 怎么会被你一个普通老百姓给指责 事实上你图谋不轨啊 你图谋不轨 想要构陷对方啊 对方当然要反应了 毫不客气的反应 而且要行诸于那个树状里面 还有那个笔录里面 通通都要讲进去 写进去 书记官如果隐而不写的话 是他的那个毒子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我就看到那个警察的手 发抖啊 那是什么心虚嘛 你如果真的不心虚的话 你何必手发抖呢 你怕人家打你吗 如果人家打你啊 你可以那个 那个那个 美其名曰什么 拒捕 袭警 你就他妈欠打嘛 你真的 你如果是真的是妈的自反而不说的话 你没有在 没有在做一些黑心事情的话 你何必发抖呢 难道你有高血压 你有他妈中风 你如果是高血压中风 你去找人家干什么 你去找死干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讲 凡是在你面前讲话 会发抖 所以有的人讲说发抖 是因为发怒的关系 发怒就是什么 短暂的疯狂 发怒的定义就是短暂时间的疯狂 疯狂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 英文叫做Creezy Creezy 就是短暂的疯狂就是发怒 所以一个正常的人 尤其是要能够领导人家的人 绝对不会发怒 所以你可以看很多的那个企业家 或者是管理者 那个背后人家送给他的那个匾额 或他自己写的 用毛笔字写的两个大字叫什么 自怒 控制的字 怒气的怒 所以那些人满口三字经的那些人 满身纹身满口三字经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什么 心虚两个字 心虚心虚 就是这样 因为他如果不讲三字经 他觉得他自己不够雄伟 必须挨了枪子之后 他可能会收敛 就是这样而已 那因此这些人都是心虚 那如果说什么 还有什么粉丝听他讲这个三字经的人 那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宦官 都是自公的人 自己阉割过的人 才会去听他讲这些东西 我曾经随便问了一下 关于这个人的看法 所有人都讲说他为什么不去死 这很意外 大家怎么搞 这么一下子 这么残暴 这么不仁慈 人家挨了枪子 你还说他去死 原因就是因为他每天在讲三字经 而且要霸凌别人 霸凌别人的耳朵 居然还有政客要去贴他 甚至于连蔡英文都要去贴他 贴他干什么 是不是私下有勾当 不提那个 我们提好了 如果说你真正的说 你这个非常充满了自信的话 你何必发抖呢 对不对 那你说两个人竞技比赛 有哪一个选手是会发抖的 对人身上线激素如果大量分泌的时候 那个狗会发抖 所以人家是因为狗发抖 所以才研究出来有肾上线激素这回事情 那是因为他要打斗 要打斗的时候 狗会全身发抖 毛竖起来 但是人也会这样 但是人的那个肾上线激素 不至于那样的 除非你觉得一点胜算机会都没有 你看看拳王阿里还有那个泰森 他们有发过抖吗 从来没有 那个MMA的那个比赛 或者是UFC的比赛里面 什么选手会发抖吗 胜负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他绝对不会发抖 因为他有苦练 他苦练之后 他一定要生对自己有自信 他发个什么抖 虽千万人无王矣 就算输了又怎么样呢 也不过就一败而已 但是不会发抖 那会发抖的人都是有问题的 刚才讲过病态不算 心里有会发抖的人 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讲这东西 我就看过一个警察发抖 在我面前发抖 我当时想要调侃他的人 你干嘛发抖 但是我想算了 不要节外升职了 免得下面的话 这个简单的事情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命案了 那就不提了 好 以上跟各位谈了 可能你不了解我讲的内容是什么 没关系 我的影片就是纪录片 它是纪录的一个时段 发生过的什么事情 所以我都有刻度 今天是2021年的8月 17号 谢谢 17号 谢谢 谢谢 谢谢